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这里是好心情频道新推出的家国记忆节目 《青春蒙难》是一款独家首播系列影片 节目开始前 希望观众朋友先行订阅本篇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以便新片上传时得到及时的提醒 谢谢大家 今天给大家讲讲东湖路发生的故事 从我家出来 穿过对面的马路 再穿过一条通往新中国托儿所的弄堂 就到了新乐路 再携穿过旧名叫做永利村 也称影仁村的那一片 就到了东湖路 我的小学是东湖路18号 每天上学的时候就这样走路 讲起东湖路 不得不提及东湖宾馆 这是毛泽东到上海下榻的宾馆之一 上海的锦江饭店 西郊宾馆 新国宾馆 红桥101 延安饭店 东湖宾馆都被称为国宾馆 毛来户的时候 抽选入住 东湖路56楼 也是一条充满故事的新式里楼 这里的16号是上海卷烟厂老板的家 50号是郑广河汽水厂老板的住宅 22号曾经是京剧武生盖教天的居所 处在东湖路与新乐路交汇处的东湖路70号 这幢有花园亭台楼阁的五层豪宅 就是大佬杜月笙的公馆之一 文革期间 高墙外贴满了批判大字报 公馆的主人也不断的更换 今天叫某某司令部 明天就给另外称号的兵团冲战了 城头变换大王旗 大家轮换做房主 都享受一下住豪宅的乐趣 全都过把眼 真是不亦乐乎 提到杜月笙 许多人只知道他从做水果店的小学徒 凭着斧头党打打杀杀 混到了上海滩三个大帮会主之一 与青帮黄金戎 张孝林比肩 可是大多数人却不知道杜月笙 显为人知的另一面 抗日战争时期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设立了许多医院 比如 明波十亿医院 人际医院等等 救助伤病员无数 他还在上海虹口创办了平民十亿医院 穷人和重病的住院 手术费 医药费 住院费全免 杜先生还回馈社会投身教育事业 创办了夜校 职工学校等很多学校 而且他还向学校注资捐款 所以说 评价一个人 光凭阶级斗争理论是解释不通的 大老杜月笙就说这几句吧 下面再说说上海音乐学院 从东湖路穿越淮海中路 就正对着焚羊路了 普希金的铜像就坐落在焚羊路 太原路 岳阳路 交汇的路中央 这铜像不知什么来头 在文革红卫兵扫四旧的运动中也没被拆除 但因为他是小资产阶级典型代表人物 铜像的嘴上一直被贴上打叉的封条 也不知是哪个组织很有恒心 那封条下雨淋湿之后烂了 到天晴了 又来给贴上新的封条 我当时就想过 是怕铜像也张嘴说话吗 幽静的街道两旁是清一色的泛国梧桐树 静夜灯影中又增添了几分幽密的色彩 上海音乐学院就坐落在焚羊路20号 这里原来是上海犹太俱乐部 文革时期我们经常去看大字报的大专院校之一 这里我不谈有关上海音乐学院前院长 灌入了中共国歌唱片的贺鲁丁为什么被打倒 被批判 被斗争 我也不感兴趣后任院长鱼龙他爹是谁 只想回忆一下文革时期的上海音乐学院格委会主任 雁凯 他是我同班同学雁飞的大哥 雁飞身高1米8有余 双眼皮一双剑眉 笑起来一对酒窝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他吹得一只好笛 还会拉一手好二胡 他还曾在校运会上夺了全校跳高冠军 当时的语文课张老师曾经极星做过一首诗 我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句 雁飞端的是雁飞 他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也是学生会的宣传委员 文革时期我们经常一起刷大标语 他还练着一首苍尽有力的卫卑体 温婉动人的立书体 绝对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他大哥雁凯更是身高接近一米九 浓眉大眼 鼻正口方 是典型的北方大汉形象 由于他父亲是华东局六个处级干部中 唯一没有被打倒的干部 儿子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也是按理顺章的事 一月夺权革命 上海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他父亲三结合进了市领导班子 雁凯也成了上阴的革委会主任 仕途如日中天 他经常因为我们同学邀请 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 给我们这班小老弟分析分析国内外形势 不能不说 他是个极具领导能力的组织者 也是一个通筋博谷 风趣幽默的演说家 听他的演讲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但是 这样一位我们如此熟悉 活生生的可亲可敬的大哥 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朗中 说没就没了 我们所有听到燕大哥自杀的消息的同学 全都被惊呆了 传言是这样的 他被江青点了名 说他是516分子 在自杀现场 燕凯在办公楼上 人睡成一个大字 两脚与双手的动脉 全部被刀隔开 他是鲜血流尽而亡 我来加拿大之后 认识了一对夫妇 太太教授钢琴 是原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 先生是上海戏曲学院的 我们闲聊时 谈及燕凯 太太也证实了这个传闻 他喃喃的说 真可惜呀 燕凯是一表人才 文武全才 人缘相当好 死了真冤 一不晓得江青四人帮也会跨台呀 他死的真可惜呀 哎 再说到我的同桌张吉 从太原路朝南走 穿过赵家帮路 有条小木桥路 一排排的老式工房楼 六楼里住着我一个叫张吉的发小 他父亲是刘元33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专业画师 出版过许多作品和画册 张吉排行老大 下面有四个妹妹 所以也算是独自单传 张吉不仅是我初中同桌 还是高中同届同校的好友 他也会画画 写的一首漂亮的遍体美术字 是学校团委出黑板报的不二人选 他还喜欢装半导体收音机 做船模 飞机模型 谁能想到 他的这些个人兴趣爱好 在文革时期也会引来杀身之祸 张吉聪明过人 无师自通 自学成才 他居然能自己组装三波段收音机 还能改成扩音机 挂在窗户外面放音乐 广播新闻 都是搞着玩吧 后来他六六届初中毕业的大妹 被分到农村 和张吉成了一工一农 他是六七届高中生 被分配到了上海电讯器材厂 真是如鱼得水 如愿以偿 本来他可以大展身手 有一番作为的 谁知偏偏遇到了一个吃饱了撑的里弄干部 钻到他所在工厂揭发他 告刁壮 说他有个三波段收音机 短波可以收听美国之音 好家伙 收听敌台呀 这在当时可是弥天大罪呀 如果出身不好 会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张吉的父亲算是职员 出身还过得去 厂里组织上就把他从培养对象拉下来 向放到全厂唯一没有电讯仪器的喷漆车间监督劳动 在繁重的劳动中 他吸着香蕉水 甲醛 本之类的有害有毒气体 心情变得忧郁 情绪非常烦躁 但他不甘心 也不安心这个工作 有一天监管他的小头头说了一句 你是被监督劳动 还想挑三拣四 终于他耐住住了 争吵中把手中的喷枪抛了过去 那小头头就向上反应 说他不服从监督 还打干部 后来又上声道说他有精神病 硬是把他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从此 我这位同桌好友就被精神病了 我听说后 曾经去找过他单位要医院的地址 想去探望智友张吉 常理组织却回答我 无可奉告 不仅不给医院地址 还威胁我说 你不能去看他 去探望他 就是去刺激他 如果他病情加重 你要负责地 我没办法帮助他 剩下的就只能看他本身的造化 当时我也只能祝愿他有日本电影追捕李杜秋东人那个本事了 经过文革之后 类似这种忧郁精神病患者 在我认识的熟人中就不下欺人之多 而患病前 他们都是决定聪明的学生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铁青先生的独家故事有意思 别忘了订阅点赞 分享给您的好朋友 谢谢您 咱们下集再见 或讨厕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